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老公帶小孩 老婆哭睡吐不完 他上課的時候 手腳一直在發抖 我就氣急敗壞 打電話給我老公 他說拜託 冰冷有15度 我們英國人是不怕冷的 我想說你腦子是不是有動 我老公就是睡覺跟冰神一樣 一聲我聽到他的哭 卡在那個床的中間 還沒有到處 我老公還在睡 你自小而已 講故事講第二夜就睡著了 爸爸帶小孩是災難 媽媽擔心又傷心 今天請到兩位好神媽媽 和兩位老公代表 分享爸爸帶小孩 差點鬧人命的驚人事蹟 到底爸爸的育兒經哪裡出問題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清靈我這幾年 已經驗證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我在網路上只要談論到 爸爸有關的話題 然後我說現在爸爸都很辛苦 我覺得幸好男人越來越多 尋起為攻 點閱率就很低 但我只要在上面寫說 這個爸爸要加油 像有些事情不要惹媽媽生氣 哇 安戰啊 30萬人50萬人都在轉分享 我發現媽媽基本上是 轉分享 轉分享給同牌看 或者是轉給爸爸看 還在那邊take爸爸說 嘿 你看 黃醫師都這樣說了 所以我現在就很兩男 到底是要為男人講話 還是為了我的點閱率呢 你今天有兩個壯男陪你講話 真的 對 但是我們這裡有七位 所以你們還是想聽清楚再講 為什麼製作單位這麼不公平呢 真的 好啦 不過節目是媽媽好生 所以還是讓媽媽來訴苦一下 是 但是我們男生 尤其現在心好男人 都先邊有兩個心好爸爸 是 所以我們還是讓媽媽們 現在為你們自己的老公先評個分 然後我們看看這兩位 心好爸爸們為自己來評分 看看有沒有match 阿伯你小孩幾歲 現在一歲四個月 Terry咧 一歲九個月 哎呀 所以也是正在追小孩的過程對不對 是 然後我家每天都在尖叫 醋鼻嘎鼻都知道他的名字了 真的嗎 因為我老婆 每天都在大喊他的名字 我覺得每天都要六耶 對 在消耗他的體驗 那你們自己給自己的評分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來 你們自己反正寫好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他們手上沒有武器吧 他們沒有武器 當爸爸當幾分呢 滿意度 9分 哎 我們滿意度 是 我們滿意度是10分 是 我家綺 你懂的 欸 我也對面 你怎麼狗屁那麼多 我又不是你老公 對啊 奇怪了 對 我們哪裡不好了 欸 叫你們老婆來唱節目 我跟你說 你們就在家就只會在那裡 看電視躺著 然後出來才 哇 六小孩 六的跟真的一樣 哪有 沒有了 那你就錯了 我跟你講 比如說像我好了 真的是從早 假設我老婆一整天不在家 從早到晚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包飯 你怎麼說 而且六小孩也是 我會陪著小孩玩啊 沒有 你從一大早要吃東西 要陪他 要不管是洗屁屁換 換尿布 或者是中午吃飯 每一件事情我都可以做好 包括餵奶嗎 除了這個之外 我真的沒有 不可能給十分嘛 一個禮拜不在幾天 我老婆啊 三小時啊 沒半天啊 而且我可以啊 一個月偶爾會有不在 你是講像你可以做的好吧 而且他剛剛講話說 如果我老婆一整天都不在 想像 那老婆不在 老婆在就從頭帶著老婆做啊 不是 老婆不在 我們也都OK的啊 對 對啊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們會做的比媽媽更好 欸 欸 這樣講啊 這時候可以舉狗屁了啦 而且你知道嗎 我老婆就是只要有任何問題 她覺得她處理不了 她一定是找我求救啊 對 她說比如說 那小朋友吃的東西 這個可以吃嗎 就是也是要我去查 所以什麼事情 她不懂她就丟給我 分工啦 對啊 就分工來做 但是其實大部分 她很難決定的事情 就是 反正就是我要花很多時間去查嘛 對啊 然後我最近發現 上網查對 因為你已經在電腦桌前打電腦嗎 不是 我們要讓媽媽先練習好 做這些事情 慢慢去習慣 哦 但是我承認 我還是有一些疏忽的事情 比如說我自己 我覺得我有一個障礙 就是 因為我每次到四五池的時候 我老婆就會在客廳大叫 欸老公啊 你那第四台電話打了沒 完了 第四台電話 隨便問一個事情 我就會停下來 回答她 結果 我到 加到第幾池了 對 對啊 你這個你還好 你這一次做一件事情 我是可以 同一天做兩件事情 哎呀 不是這兩件都還做好嗎 沒有 因為我是一個可以 就是比方說我在廚房 在副食品 我在切東西的時候 我那個就會退冰 退冰完這邊我就會洗奶瓶 那邊洗完奶瓶之後 我就會放消毒鍋 消毒鍋完之後 我就會把奶瓶 那個分裝 牛奶那個奶粉分裝 你就不會有數錯的問題 那你用完之後 你就可以知道說 小朋友衣服有沒有晾乾 可以拿去烘 烘完之後你就知道說 晚上那個料碰在哪邊 睡覺點他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在睡覺前 數十瓶都他自己做的 你跟他睡覺前 比方說有那個熱水瓶嘛 你看媽媽有時候很辛苦 她都要走出來廚房 不會 我用熱水一瓶 冷水一瓶 奶粉分好格 好可能喔 沒有 有時候你睡起來你會暈嘛 你會偷昏腦脹 你就知道說 120我要放四池 然後你就一個倒下去 然後粉砍下去 然後就可以喝了 哎呦 你真的最好有笑 哎呀 都在暫時室啦 我知道他想吃那個啦 對不對 你只要一口氣 而且我跟你講 副食品喔 我覺得用機器做 跟用人做的地方 差別在哪你知道嗎 哪裡 小孩子吃下的是你的愛 哎呦 對不對 很會講 很會講 你也熱了 很會講而已 小孩子副食品是你做的 絕對部分都是我做的 真的喔 Kerry這個講到每一個人 沒有人舉狗屁耶 所以 阿布你分數會幫我修一下 這個我輸他了 不久 他不行 他有多少 這應該是110分 對 沒有 因為 解釋而已 因為呢 現在已經沒有特別做副食品了 對 對 我們就是直接 我們吃什麼 我們就挑一些起來 他可以吃的給他吃肉 對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去做 哎呦 這因此也有說過 他做了 他做了 我們吃的東西他都要常過 副衣化掉 沒有認真 沒有認真 我就輸他一點點 對 對呀 不敢不敢不敢 因為他在做事 你知道說你都在看書 不能做資料 是這樣子 那意思怎麼講 對 不過這個是爸爸給自己評分 對 媽媽怎麼給自己的老公評分 那個又不一樣了 欣宜你給老公幾分 欣宜 如果十分我大概給五 十分就一半了 十分就五分 為什麼五分 對 因為我覺得 他的耐性方面還是稍微不足 因為可能大部分 平常有小朋友的 起職 像Terry剛剛講的那些 全部都是我來弄的 老公還要求我幫他手洗衣服 跟燙衣服 不行啦 就是要求很多老公 對 所以小孩的部分都是我包辦 但他很不錯的點是 他會照顧大的 所有小得的一切都是我包辦 就有一次呢 因為剛好 勒勒剛好 剛開始學走路的時候 我就要去工作 然後運動完要工作 所以大概要三個小時才要回來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不好意思 今天也沒有保母 然後今天我婆婆也沒辦法來幫忙 沒有任何支援 然後他就說那怎麼辦 我說那沒有辦法 只能麻煩你 我就看到我老公 在我出門前 他就抱著我小兒子說 我們今天要好好相處 有精神 有精神 太好 很害怕 結果呢 我才滿硬關 而且我現在兒子在尖叫 但是我也想說 我也來不及了 我就沒辦法理他 我走 結果後來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就滿忐忑 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後來呢 我老公 我就見到我老公說 媽媽 是媽媽回來了嗎 然後 就跑過來抱我 結果他說怎麼辦 他都不吃東西 我就說為什麼他不吃 我說平常 煮的他都會吃啊 然後他就說 不知道 我是那裡餵他吃了什麼 然後我就發現 他那個水果也沒有給他剪小塊 我都沒有想到說 兒子的那個 沒有辦法脫了 對 然後後來他一直叫 兒子就一直叫 因為又沒吃飽嘛 然後又一直叫 後來他發現他大便了 然後老公也剝離發 然後 然後他就說 媽媽以為來那裡 他就幫他去洗屁股 所以他 然後大便 然後一直在那裡 他每一次 他就這樣子 媽媽 我老公 也不是 就 氣到要飛走 真的 真的 我覺得 很屁屁欸 男生 奇怪 就是為什麼沒辦法洗屁屁 這件事 讓我覺得很 沒錯 很慘 你們兩個會幫他小孩洗屁屁嗎 不要一竿子打翻遺傳人囉 你洗不洗屁屁 今天早上就是我幫他洗屁屁的 你洗了幾次 我會洗 我幾乎都會洗 只要是 我在的時候 都是我洗 對啊 因為你第一個小孩對不對 是 第一個小孩 也是這樣子 第二個他就說 隨便 媽媽你去弄一下嘛 有什麼關係 然後兒子從出生到現在一個 一歲兩個月 他幫他洗屁屁的次數 大概只有一次 不幫他洗澡 不幫他洗澡 只有一次 洗澡是這兩個月才開始幫他洗 我覺得老大跟老二他真的差很多 可是我可以說 爸爸這時候就會想說 因為他要找媽媽 他想要媽媽洗 對 他很愛你 我也沒有辦法 對 然後就心甘情願 對不對 安東媽你給 OK 我的老公也是兩分 哎唷 滿分十分喔 還是兩分 哦 可以 哎唷 太多分了 他好像值得兩分 對對對 那些天窗都沒有藥醫 真的是這樣 為什麼兩分 有一次呢 我要出去 然後一大早就要出門 那小孩還沒有起床 我就跟我老公說 欸 等他起床的時候 你記得給他喝奶喔 那我大概中午之後就回來了 結果我中午回來之後呢 我就說你要給他喝奶嗎 他說有 然後我就進去廚房 準備要準備中餐 結果我就看到 奶瓶根本就沒有動過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騙我 你小孩應該很餓吧 你沒有給小孩喝奶吧 他說有啊 我剛剛給了他一杯鮮奶 我說什麼鮮奶 他說 冰箱的鮮奶啊 我聽到的時候 我就瞬間覺得 他幾歲啊 我小孩才一歲左右 他就沒有鮮奶 對 然後他就給他一杯鮮奶 我就說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冰箱鮮奶是過期的 因為太過期了 我還沒有丟掉 因為我要倒掉之後才會丟掉 所以我就先怕半斤二臭 我就說 冰箱鮮奶是過期的 他就說 哦 難怪他不喝 他喝兩口就放在那裡 不知道 我知道啦 對 他都沒有給他吃東西 我說那你給他吃點東西嗎 沒有啊 你沒有叫我給他吃東西 你就說給他喝奶 所以我就拿了一杯鮮奶給他喝 你就說這個人是不是很愚蠢 我聽到的時候就超生氣的 真的耶 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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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差點都害多了 這樣子 對 對 對啊 好誇張了 他還怪我說 是我沒有講清楚 我應該要說 泡奶給他喝 不是說給他喝奶 對 天啊 可是他外國 可是他外國 是不是真的分不清楚 泡奶 在他的觀念裡面 你不知道老公中文很好 哎呀 你再補一圈 對 可是在他的觀念裡面 他覺得一歲 一歲 他們國家一歲 就是可以喝鮮奶 一歲可以喝鮮奶嗎 是可以 但是不能喝過期的 而且 而且冰的 沒有 所以他屬屬也沒有很熱啊 他只是不知道那個過期而已啊 給他喝鮮奶OK吧 冰的 不是為什麼 冰的 男生在給小孩的時候 你起碼應該看看 那是什麼樣的狀態 例如說過期 你大概檢查吧 對 而且有點冰的 你也要熱吧 對不對 你自己都不能吃過期 怎麼會給小孩就水 沒有 我都給他吃過期 所以你兩個都原諒是在 那瓶牛奶是要留給他喝的 不是 不是耶 我真的都是給老公 他說叫老公去便利商店上廁所 叫他不得在家上廁所 好 是勒 我應該就 1分吧 你給老公1分 你給我10分給1分嗎 其實有一點點生氣 對 就是之前 怎麼是 之前我們坐在上排的時候啊 然後其實那一天就是剛好我生病 感冒不太舒服這樣 然後我老公就自告奮勇的說 好 那我帶兩個兄弟去外面玩 去公園玩 好 那這樣應該有100分嘛 很溫暖嘛 很棒 讓你休息耶 對 重點來了 但是他後來小朋友帶回家之後呢 我小兒子莫名其妙換了一件開檔褲回來 對 因為當地的大媽帶小孩 他們都是穿開檔褲 就在內地嘛 對 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兒子出去穿好好的褲子回來 會變開檔褲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不知道 他剛出去玩啊 莫名其妙那邊跑一跑 連整個尿布褲子整個就掉下來 對 因為太重了沒有換嘛 就整個就掉下來 對 尿布太重了 然後我老公就說 而且我跟你講 我如果戴華你還要洗太麻煩了 我直接把你丟掉 然後旁邊大媽的攤子 我就買了一件褲子給他換上去 我心裡想說 大冬天了 你大老爺一個人都穿著羽絨服 你給我兒子穿著開檔褲 在那滑一滑去能看嗎 對 然後我就趕快幫我兒子換褲子 換褲子重點又來了 我就一邊換一邊看 為什麼屁股這麼紅 還有點擦傷 話一問 原來他剛就 穿著那開檔褲一直在那邊溜滑蹄 所以開檔褲溜滑蹄 對 就在那邊開檔褲溜滑蹄 這屁股會燒焦吧 對啊 大冬天了 大冬天 你老公真的 我就覺得還蠻生氣的 其實真的媽媽有時候也覺得 有時候老公顧小孩 為什麼總是少跟進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災難 我們到底有哪些苦水呢 今天來吐一吐喔 從四分變兩分 兩分變一分 有什麼原因 總是準備不周忽略孩子的需要 非常 他為什麼你老公不戴尿布出氣管 為什麼不戴一件褲子出氣管 這又要來講到就是 有一次就是小朋友要上學嘛 那時候已經滑來台灣 然後幼稚園了 那當天因為我有事情 我就必須要先出門嘛 可是我已經把早餐啊 還有上學必備的用品啊 全部都放到我老公的後車廂 然後還簽交再問到再說 你待會啊送去幼稚園 你們記得要讓兒子帶到教室裡面去 結果好 我就很放心的出門 結果沒多久呢 先是大兒子的老師吧 就先傳訊息來說 欸 媽媽今天那個小朋友 什麼也沒戴 什麼也沒戴 而且他今天穿的衣服好像 太緊了一點喔 根本就像米其林一樣 我看了都很不舒服 好 然後呢我心裡想說 怎麼會這樣 過沒多久呢 換小兒子的老師也傳訊息來了 欸 媽媽 那個 小朋友的什麼什麼沒戴 什麼什麼沒戴 而且他今天穿的衣服特別大件耶 褲子也一直掉 然後他剛上課的時候 就一直拉 一直拉 就很容易分心 可是沒辦法好好上課 我心裡就知道說 嗯 一定是兩個衣服穿出門了 對 回到對方的 然後回到家 我就看 我就 老公一回家 我馬上衝去他的後車廂打開 東西完完真正的擺在車上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都沒有帶下車啊 他說啊 我忘記了 對 但你忘記好那就算了 為什麼連兄弟兩個尺寸 差這麼多的衣服 都會讓他們穿錯 對 我就覺得 真的很不可思議耶 害怕你生兩個兒子 一男一女怎麼辦 然後四女女就變瘋了 只穿裙子就對了 這麼開心 真的 所以這也是 我不想要再生第三個女兒的原因 唉唷 對 一人媽咧 我覺得老公他就是一個 很奇妙的生物 很奇妙 生物 他不用我幫孩子 準備的東西就算了 他用自己的感受來照顧孩子 之前就是有一次氣象預報說 要寒流來了15度 然後我就先跟 因為我隔天要提早上班 我就先跟老公講說 我先把明天一來要穿的 那個厚衣服跟厚褲子準備好 明天就15度喔 你記得要讓他上學的時候穿那些 然後隔天我去上班的時候 上到一半 老師就打電話來 就說 媽媽你怎麼會讓他穿這樣來上課 他上課的時候 然後手腳一直在發抖 就去借一件外套給他穿 我就氣急敗壞 打電話給我老公說 老公你為什麼不讓他穿 我準備的衣服跟褲子 他說 拜託 今天只有15度 我們英國人 是不怕冷的 15度對我們英國人來說 沒有什麼 我想說 你腦子是不是有動 真的 他就是英國外套的 對 他是在台灣出生 跟長大的英國混血兒 他的體感溫度是 台灣人的體感溫度 然後爸爸還說 我們15度我們是不怕的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外國老公都有一樣的毛病 這個事情也發生在我老公身上 我們就要從台灣飛瑞典 瑞典那時候是零度 零度以下 然後我們台灣沒有那麼冷 所以下飛機的時候到機場 我老公自己穿著防寒的 那個很厚的外套 那時候安東只有八個 十個月左右吧 還是八個月左右 他沒有穿外套 那我老公就這樣推他出去 我說很冷欸 零度欸 他說他不需要外套 一下就上車了 我說那你穿那麼厚的外套做什麼 那這件事就算了 他還有一個更誇張就是 有一次他要帶小孩說 我要帶小孩出去走走 去關華商場買東西 什麼之類的 我就說好啊 我幫他準備了媽媽包 裡面有尿布啊 有什麼之類的 奶粉什麼的讓他帶出去 結果出門沒多久啊 我老公就突然跑回來 他說外面有點冷 我拿個外套 我就想說好 那你拿外套 我不是在吃飯嗎 很蜜蜜 我就覺得很好啊 他拿外套出去 結果後來晚上了 他才回來了 小孩 兩個人都是落湯機回來 因為下雨 然後全身都是絲的 因為他覺得小孩淋雨沒關係 所以他們兩個都絲的回來 回來之後我發現 是我老公穿的外套 然後安東沒有穿外套 所以他說拿外套 所以他不是要回來拿外套嗎 他說我是回來拿我的外套 他不是要拿小孩會暖 對 不是太緊張 真的很困難 老師你真的很困難嗎 我跟妳說 有的動 就是要回到白天 我怎麼不是要拿小孩的 我的是晚上 就是我老公也覺得 像最近不是天氣很熱嗎 然後我們都會開冷氣睡覺 然後他就覺得說 小孩就是穿短袖 可是你知道在冷氣房 我們那個 就不是很會變平的冷氣 就是一下就很冷很冷 一下就很熱 所以我都習慣讓他們穿薄長袖睡覺 我不會特地叮叮說 一定要讓他們穿 就好像就說不會 然後把他換成短袖 然後晚上孩子就手腳都冰冷 然後一直打 一直這樣抖抖抖抖抖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 反而是不知道自己拿被子蓋 然後我就要一直起來蓋 然後到最後總會有露的時候 好了 隔壁那邊 每一次都這樣 然後我幫他換就是長袖 他還說 你是有毛病嗎 你不知道有一種人叫媽媽 就是覺得你冷嗎 然後結果還一直拿這句話 他到處去取笑我 我突然快氣瘋了 可是那時候我老公更誇張 他們回來兩個落湯機之外 尿布媽媽包都沒有動 然後沒有動之外 我就帶小孩去洗澡 因為全濕的要洗澡 你知道我到廁所打開尿布 他的那個屎 是乾的黏在屁股上 太久了吧 好乾了 很鼓勵是不是 對啊 我跟你講他真的是去玩 他跟爸爸出去玩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已經拉屎了 然後爸爸可能就沒有注意啊 我就說他的屎都乾的 黏在屁股上面 你都沒有幫他換掉 不過他說他沒有說啊 他沒有不高興 我不知道他沒有 我不知道他有拉屎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些 討論員的事情 為什麼 你們這兩個都太高了 你們又走心了 太高了 我們是不會這樣子的 不會啊 我跟你講我反而是覺得 媽媽都會這樣 可能是我老婆 因為第一胎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 你要出門就會很倉促 很多東西都多少都會漏 那有一次出門呢 他就是漏了玩具這件事情 那玩具 因為我們要出去吃飯 你一定要有東西 稍微吸引他的注意力 不然他坐在那邊 他就是會亂動亂動 好啦忘了帶玩具 結果我們這位媽媽非常甜兵 她跟這個餐廳 因為是親子餐廳 她要了一張 那個墊在桌上的餐紙 他們都可以畫畫 是可以很好啊 然後又拿了一支筆來 我那天我那天從外面 就是去廁所 我停好車走進來之後 一坐下來發現 我女兒在吃一支鉛筆 那時候他一歲 而且是削得非常尖的鉛筆 那有點危險 很危險 那時候他正在吃它 我心裡想我嚇了一跳 你準備東西少了就算了 好沒關係 但是你不需要把這種危險的東西 拿給他 先一問那媽媽那時候在做什麼 媽媽那時候在忙著 拿他的餐具出來 他先拿了一個東西 當然我覺得有可能是疏忽 一瞬間 因為餅可能是 本來他也沒有要給他 只是一瞬間就那個距離被他拿到了 而且很奇怪 那一瞬間就被你們看到了 對 就很好 很巧很巧 然後我就覺得 偶爾媽媽有時候真的小疏忽 我說我知道可能會有一些 偶爾一定會有一些小疏忽 但是如果太多次 我覺得可能就不是疏忽的問題囉 Terry有什麼樣的平反 沒有我覺得 媽媽包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管是媽媽或爸爸 難免都會少 忘帶東西啦 因為你知道我們帶小孩出門 尤其是未滿一歲 或者是一歲多 一定是大包裝的 比方說玩具啊 或者是奶粉尿布 這基本款 對 有時候附屬的還有更多 比方說像防蚊液 因為我岳母他們住一樓嘛 然後裡面有層園跟公園 下完雨那個蚊子一定很多 然後每次都是盯了一包 好幾包這樣 然後我就說 媽媽你有沒有帶她的防蚊液 有啊 就在哪 就不見了 那要不要 我下次這邊再多用一瓶這樣 沒有關係我叫我媽找 結果過了兩天 沒有沒有找 好 我就氣到了 我打電話給彩华姐說 彩华姐你不是要我代言嗎 你給他哪一箱 整箱 你可以一次給我一箱嗎 她要給我一箱 然後我就 岳母家放一瓶 阿嬤家放一瓶 我家放一瓶 公園的角落跟溜華地旁邊 各放一瓶 哇 妳很誇張 我就不相信妳會忘 不過在這裡黃醫師 唯一的專家 男生說男生是假 女生說男生有點問題 那到底有沒有什麼建議要給大家 其實你不覺得剛才兩邊的描述都有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比較謹慎的人去嫌那個比較容易健忘的 所以跟男女無關嘛 這邊人在嫌太太健忘 這邊人在嫌老公健忘 但其實只是夫妻兩個人的個性比較的結果 所以那個比較丁金 比較那個龜毛的人 就很受不了另外一個 所以其實即便是這樣 我覺得都應該讓爸爸能夠多參與 你看這邊參與之後 越來越得心應手 他們就不會犯很多的錯誤 那小孩跟爸爸之間的連結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 這是有答案的 其實是三個月 所以三個月之前 三個月之前 把小孩的哭聲放在他們面前 然後看看爸爸跟媽媽的大腦裡面的那個感受 爸爸是空白的 媽媽只要有哭聲就會有感覺 對 所以為什麼之前我們在講說媽媽跟寶寶睡 我比較不擔心 但是沒有爸爸這件事情 因為爸爸三個月前 他真的會壓到小孩 然後沒聽到哭聲 但是三個月之後 就越來越像了 就是媽媽哭聲之後 寶寶哭聲 媽媽跟爸爸大腦都會有反應 而且很妙的是他們反應還不一樣 所以表示爸爸有他的一種 特別的連結跟寶寶 媽媽有另外一條路 如果兩個人可以配合 不是很好 可能很多人都只想一條 所以就叫另外一個人不要動 那漸漸久了 一年兩年三年之後 他就真的什麼都不會 就是小孩就這樣抱給你這樣 沒關係我們再來吐苦水 第二點是什麼 來 第二點 你來看看有沒有 常常顧到睡著 怎樣都叫不醒 很容易 這我承認的 所以你會嗎 會啊 你顧小孩也會顧到睡著 講故事講第二夜就睡著了 我有在月子中心要唱歌給他聽有沒有 結果唱完之後 是我睡著 誰在坐月子的 你那麼累 結果他哭 結果我老婆醒來 結果起來之後發現 是我睡不是孩子睡 真的很容易男生 真的 我剛剛體會到 為什麼爸爸都給自己很高分 因為其實爸爸覺得 自己做得很好的事情 就是我會換尿布 我會泡奶粉 我會紋屎 這不是媽媽的日常嗎 他有必要給自己這麼高分嗎 像我們媽媽就會覺得說 帶小孩就是講故事給他聽啊 陪他玩遊戲什麼的 爸爸就覺得 我人在旁邊就是在帶小孩 對 我老公都會配著手機 對 我老公就常常在睡覺 我每次都說 我去做飯你看一下小孩 結果過一會 為什麼我在做飯 看到我會在旁邊玩烤箱 結果發現進房間看 我老公在睡覺 他已經大呼了 然後他有時候更糟糕 他會開著電視 他為了不想我兒子跑來跑去 他又開電視給他看 然後他又在沙發上睡覺 然後我兒子就已經貼到電視上 我就大發火 我就把他叫起來說 為什麼你要讓他離電視那麼近 然後後來他就用他的身體 當一個圍欄 把小孩圍住 然後繼續睡覺 然後圍在裡面看電視 然後就繼續睡覺 那時候我還在睡覺 我就沒有辦法制止這個男生 在帶小孩的時候睡覺 因為他說小孩子會呼喚他的睡神 他看到小孩他就很想睡覺 所以我後來就發展出一個 寓教於樂的方法 就是我跟我兒子很多小貼紙 然後爸爸如果躺在那我就說 那你把貼紙貼在爸爸的膝蓋 爸爸膝蓋在哪裡 然後他就貼上去 然後爸爸的耳朵在哪裡 爸爸的眼睛在哪裡 他就貼貼貼 然後他像那個中醫的那種 有 炫到 炫到 但他還在睡 最糟糕的是他小孩睡著 我說你累你就去睡覺 他說不要我不累 我再打氣 然後去打眼睛 然後小孩醒著他就要睡覺 我們每次做飯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 就是要他顧小 他就說不行我在忙什麼 然後你當然在忙什麼 然後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哥哥讓他先去看電視 媽媽 那你就背了什麼筆炒菜 有 我心情 我真的覺得 我很像以前的傳統婦女跟我外婆是同年代 哇塞 安東媽有遇到這種狀況 當然啊 我老公就是睡覺跟老生一樣 好聽他像那個說 你們真的好敢講 中肯 你知道嗎 有一次我要出去 有一次我要出去陪我生日 那我就是已經晚上要出去 我要去唱歌 然後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你幫我就是哄他睡覺 然後晚上我就回來不會太久 結果的話我就出門了 我回來 我大概半夜大概兩三點回來吧 我兩三點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先打開房門去看一下我小孩 他們就是他們兩個睡得還怎麼樣 結果我就打開房門 看到我老公的狀態是怎樣 我在猜他應該是 本來是側睡 然後小孩可能跟著他被握在睡 因為我打開房門的時候 他是翻過來 他是整個這個 因為我老公很大隻嘛 他整個這個地方是 壓住我小孩的嘴巴 哦啦 然後我一看到 我有嚇死 因為我不知道我小孩還有沒有呼吸 對 因為我老公很大隻 然後這樣子 然後他整個頭 嘴臉頭 對他的後背 右後背 然後我趕快去把我老公翻身 然後看一下我的小孩 他有呼吸 我就嚇死了 我就把他把他移過來一點 真的是嚇死了 我就把他移過來一點 然後移過來一點 我就把門關起來 然後我就去洗澡 在洗澡的時候 起到一半隱隱約約 我就聽到我小孩 碰一聲 然後我聽到他在哭 我想說 那我老公可能會安撫他一下 對 就我洗完了出來 還在哭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打開房門 看到 我小孩根本就已經掉下床 可是他為什麼哭那麼久 因為我們的嬰兒床在這 然後他睡 他跟我老公睡在我們的雙人床 然後可能是嬰兒床有點跑開了 他掉下來是卡在嬰兒床 他是頭 然後我們就撞到嬰兒床 然後卡在那個床的中間 還沒有到底 洞藏鋪的 喔 他就是卡在中間 洞藏鋪的 然後一直哭 我老公 還在睡 我真的可以了 我懶生了 靠 我等一下再講 真的很生氣 真的很生氣 這好危險 真的很危險 對 把船來抱起來 然後抱到床上 就把我老公踹下去說 你還在睡還是往生啊 你小孩都哭成這樣了 都沒有辦法抱 他抱起來的意思 我就是全身濕的這樣子 這真的很生氣 然後對不起 對不起 不是 他就是真的是 他就真的是睡覺 我老公有起來 這種情況我們家也有 就是他可能掉下或怎麼樣 我老公有起來 結果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老公是抱著小孩 來這老公 到底還要幾多久 好可憐 因為我還今天都到五分鐘而已 我怎麼就覺得 孩子都沒辦法把他哄睡嗎 他就一臉睡眼心頭 跟我講說 媽媽我要睡覺 妳可不可以趕快出來 我就說 我真的洗到一半在洗頭 妳可不可以先哄一下 我就是真的完全就是 稀哩呼嚕的弄一弄 然後去哄他 就連孩子都不能哄 到底為什麼 我覺得有一種奇妙 就是我老婆就會這樣 比如說他在顧小孩的時候 小朋友在哭 剛開始那時候剛出生 他躺在那個葉子上 哭喔 他說我不能馬上抱他 他們的準則是 我必須要讓他哭了一會兒之後 讓他知道 不能就是讓他知道 馬上哭就有得抱 對 可是當他不在他身邊 是我在他身邊的時候不一樣了 他只要哭兩聲 他馬上從房間大叫 欸假的哭為什麼不顧他 對 奇怪 我覺得媽媽的準則是這樣 為什麼你們顧孩子很奇怪 會有是 我們只要稍微哭一下 好像說我們 我們不知道怎麼了 對啊 你不是說不要讓他馬上抱嗎 可是你在 因為我們不確定 你是活著還是往生嗎 我們要順便 聲音爸爸到底還滿活著 對啊 我覺得爸爸在他們的心中 都好像活屍一樣活在這個世界上 不過我還一直說句話 為什麼男生真的過小孩很愛睡覺 很愛 其實我很想要去做一個 比如說裝個閉路電視 然後平均到底是媽媽跟爸爸睡著的時間 到底是不是真的 當然是爸爸 對啊 其實 爸爸這個媽媽都沒在睡著 對啊 真的嗎 真的嗎 而且他適合 最快也只是平不養生 對 那他只要聽到故聲就醒覺了 這題也講得出來 不要 但我覺得 大家要對自己有自知 就是說爸爸的確顧小孩 顧到一半 連我自己 我以前只要 我犯過一次錯 我就是小孩也是 玩玩玩玩我就睡著 然後他就疊下去 一次了 那我有兩個小孩 所以我組中組發生一次 所以之後每一次只要跟他玩的時候 我就知道 我一定 我不能相信我自己 我一定會睡著 或者是我有睡著的可能 我就先把那些什麼沙發店 什麼東西 微微 做最壞的打算 萬一他翻下去 起碼 對 就到這裡這樣 然後他 我也是常常會用人體去擋 沒有用 然後他有時候就會翻過去 就是翻過去 我盡量做 但是萬一真的發生 至少也不會有什麼傷害 那我就可以比較放棄 就是爸爸對自己 不能太有自信 就是啊沒關係啦 不會啦 其實就是 不要拿牙籤撐著眼睛 對 家裡家裡家臉 所以我們講 大家都很辛苦 爸爸也很辛苦 媽也很辛苦 睡著沒關係 但小孩不要有發生 這個意外就好 對啦 就是安全要先顧好 來我們來看看 媽媽想要煮苦水的第三點是 第三點 毫無偽信意識 小孩身處險境 沒錯 這剛剛那個卡在那個床欄 真的還可以掉 而且那個還在家裡 在外面就更可怕了 對啊 小虹咧 我家有一張椅子 就是需要綁安全帶的 然後我老公永遠都不綁 然後那時候我兒子很小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綁安全帶 他會動了 他就是跟他講八百次 他永遠都不綁 他說沒關係 我在看著 我在看著他不會掉下去 我心裡想說 拜託他掉下去一瞬間 是你再看著有什麼用 就有一天他真的就掉下去了 然後他就大 就幸好那個椅子不高 我想說就算了 後來我兒子會翻身了 然後我老公常讓他一個人在房間睡覺 我說他就翻身了 你要看著他 不然你真的不能看他 你就拿東西擋住他 對 他說我有在看 我有在注意 我有在注意 你不要擔心啦 媽 爸爸常常這樣 因為有人就是愛擔心 我們有這樣嗎 結果有一天他就出了房間 我說你有沒有看小孩 他就說 沒關係他睡得很裡面 結果五分鐘不到 蹬一身床 然後我想 我兒子第一次穿下床 我剛才那時候 他才幾個月而已 哎呦 我騙你 我第一個反應是 沙夫不應該合法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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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法官會同情我的 因為我已經發講八百遍了 為什麼你不聽 你為什麼會讓一個小孩子 都往下滾下來 沙夫不應該合法話嗎 也就是說 不是超火大 重點 反正今天不是 我滅了你就是 你滅了我小孩 那我選擇我滅了你 當然 畢竟他是婆婆的小孩 又不是我小孩 哎呀 是 畢竟是讓大家當預告嗎 畢竟是還有沒有寫的關係 我們下次來賓發兩個婆婆來 再拍一下 他腰帶 我免得 你們現在沙夫真的要合法 哎呦 誇張啊 我女兒還想 那時候我們全家出去逛街 因為女兒現在才一歲三個月而已 然後我們出去逛街 那時候女兒大概不到六個月 那時候很流行抓寶可夢 去年的時候 那我們出去百貨公司逛街 難得媽媽可以放風 爸爸陪著 你還可以專心地逛街 那時候我還在逛 我老公自高奮勇說 那不然我帶女兒去外面散散步 曬曬太陽透透氣 就覺得說老公長大了 他終於長大了 我覺得很欣慰 終於會分擔了 對會分擔了 我想說那我終於可以 逛完之後呢 去外面找他們 我當下真的要殺夫 我真的很生氣 因為我看到我老公 就拿著手機很專心 在那裡抓那個寶可夢 這樣一直弄一直弄 然後還會這樣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我往下一看我女兒 已經被蚊子叮了十幾個白 我很生氣 因為她太認真在看她的手機了 那重點是什麼 在抓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有那種 很特別的怪的地方 旁邊就會有很多路人 對 可是你在公共空間的時候 旁邊很多人在抽菸 他沒有發現 那我是不允許我女兒 吸到任何一點點的二手菸 或是三手菸的 所以我當下真的氣到 我整晚都沒有跟我老公講話 她還沒有發現喔 晚上也跟我說老婆 你知道我今天抓到這個寶可夢嗎 那你怎麼生氣大 我最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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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禎就跟我們講說 會有很多的階段 她說前面的階段就是 前幾天媽媽就哭 小孩哭 到最後是媽媽不哭 小孩已經加習慣了 然後到一個星期之後 小孩就開始感冒 我想說真的還假的 就發現 完全照這個鏡頭走耶 就譬如說她送托因 或是去上幼稚園 好像生病的次數就會變多耶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就有這個詞叫 托因症候群 托因中心症候群 當然這不是一個很正確的 醫學的診斷 但是就是有這樣一個現象 就是去托因中心之後 小孩就一直生病 對 如果今天要減少孩子 生病的機率 我覺得在托因的時間 可能從短到長 就不要一下 本來沒有 然後變成全日拖 本來沒有 變成12小時拖 或者幼稚園 先從半天開始讀 對 讓她這種分離的 這種焦慮感 不會那麼快 而且她可以慢慢 跟那個托因的 或是幼兒園的老師 建立那種 安全衣服關係 那這樣她也許 不會抵抗你那麼差 除此之外 剩下的我想 大家應該都很熟 老生常談 什麼 多洗手 對啦 吃健康的食物 餵母奶 還有這個曬曬太陽 讓她的維他命C 跟維他命D 水果是維他命C 曬太陽 維他命D 抵抗力好一點 就可以面對外面 這些其他病毒的攻擊 最後是媽媽心理建設就是 偶爾生病感冒 一個月就算一次 也不算免疫力不好 訓練它 對 未來其實這些病毒 反正總有一天要碰到的 先得很抵抗 你就可以先稍微好一點 這樣 了解 我覺得出去玩 其實維基老師說蠻多的 不管說我們去公園玩 還是說我們今天去游泳池 還是去哪邊 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媽媽都會 比方說體力活一定是男生 陪他玩陪他消耗 陪他丟球陪他翻什麼的 但是媽媽有時候真的會很緊張 比方說有一次我帶小朋友去玩水 然後因為我小朋友很喜歡玩水 他只要看到水 他就會很想要跳進去 然後 對 然後一直吵嘛 然後一直玩 然後我就下去 然後我就跟他玩 但是我會讓他學習的說 比方說這個是大人的詞 小朋友不懂 他不知道這是生的 下去會危險 對 那旁邊是小孩子的詞 我就會陪他到小孩子的詞 因為你不讓他下大人詞 他就哭了 他就哭就鬧 我就讓他下來 而且我當下我想說我就忍住一下 我就讓他 咚一秒鐘 就是我先讓他 因為我知道讓他咚一秒鐘 他踩不到嘛 他起來就開始咳嘛 他說你要溺死他嗎 你要害死他嗎 我其實沒有 因為我覺得只要讓他嘗試過一次 他知道說這個是水生的 只要把他抱起來之後 他就不來了 我真的覺得爸爸心腸都太大咳 我覺得我們在做一些事情是實驗性 當然是在安全的範圍內做這件事情 所以媽媽們其實有時候 不要太緊張 沒有我覺得 因為Terry的個性可能稍微謹慎 對 但是你不能否認很多爸爸的個性 沒那麼謹慎 所以也要更大辣 真的 他會說我沒看到我沒想到 真的 我們其實講的是那個族群 對啊 而且大部分是那個族群 有一次我老公就是去朋友的店裡 吃東西聊天 然後就在吧台跟朋友聊天 聊一聊之後我去找他 他就發現我的小孩呢 他就沒有看到我小孩 就在外面被陌生人抱著 真的嗎 真的嗎 就這樣子 因為他們會注意小孩在哪裡 他想說都是朋友自己的店很熟 小孩跑來跑去 結果是外面就是那種外面 新鮮區那邊的別的客人 抱著我的小孩 天啊 對啊 那麼多狡犯 那你老公抱是誰 對啊 你被抱著怎麼辦啊 對啊 我那時候當時還是嚇死了 有一個人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對啊 然後我老公還反問我說 台灣的豬群沒有那麼差 對 那兩個月底 我們剛好去關島玩四天 然後呢 就講好說我們從外面回來 要去回飯店泳池跟海邊玩 因為他們是練在一起的 然後就講好說 爸爸先帶那個小朋友 就我大兒子先去海邊玩 還有他姐的女兒 然後我帶小的先去房間換步步 然後換個泳裝再下去 然後他們就在廁所換 他們就可以直接去 因為他們很趕 我說好 結果我上去下來的時候呢 我看到我老公 滿常在找我兒子 你知道在那種那種海邊的飯店 是非常大的 天邊就沙灘對不對 他在游泳池到處找我兒子 我就說你在幹嘛 他就說 敵寶不見 我說敵寶去哪裡 我說你為什麼 我會把小孩過到福建這種城市 怎麼會發生 因為我老公算是把小孩看得 蠻好的人 所以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完全的傻掉了 我完全沒想到這種事情 會在我老公裡面發生 然後我傻眼 然後他就說 敵寶不見 我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裡 然後我婆婆跟我 然後還有她姐的女兒 到處找到處找 然後還是找不到 太早了十分鐘都找不到 整個泳池我就在沿路叫 然後很多沿路的人 就聽到我一直在面 用台灣的語音叫 敵寶敵寶敵寶 我還不敢驚動大家 怕人家感覺我很慌張 不知道怎麼回事 結果後來終於找到了 他說敵寶自己跑到海邊沙灘 好危險 然後我就說你剛剛在幹嘛 他說 我去叫薯條 你叫我薯條欸 好舒服 好舒服 他都因為 因為Angel想吃薯條 所以他就是叫了薯條 他叫了啤酒 到最後大家因為 就是為了找敵寶 薯條也沒吃 披薯條也沒喝 對 我覺得 超緊張 因為我覺得 你為了叫薯條 對 也不好好 例如說跟孩子先講 你在那邊跟爸爸吃 這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一起去啊 跑到海邊去 而且泳池跟海邊都是 而且非常危險 男人的生命真的很大跳 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叫小孩 好乖一點好了 然後叫爸爸好好顧 他永遠就是可以 落實掉一些東西 到底爸爸怎麼樣 才可以長一些智慧 沒有沒有 這個是男女大腦不同 有一個心理學家 他就研究說 我今天如果騎腳踏車 然後前面放一個很大很大的障礙物 然後他就評測了好幾個男男女女都有 然後就平均看看 到底你什麼時候會煞車 就發現平均起來 男人基本上就是快到那個障礙物 他才煞車 因為男人永遠都 低估那個風險 他永遠看 那個一定跳過 一跨就過去了 一直到前面才說 哎呦不行喔 然後就趕快煞 女人是相反 他是高低風險 大老眼就 這什麼東西 然後很快就煞車 他們兩個相差的距離非常遠 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大腦 對於風險的評估 其實是差很遠的 所以我同意 剛剛有個媽媽講 就是預防的這個規矩 也許是應該媽媽來把關 但是不要小看 爸爸的這個冷靜的功夫 像剛剛講的很多狀況 我實在沒有辦法 替這些爸爸辯白 顯然是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是 很基本的 所以每次這種育兒的課 或者是這個產前 產後有很多這種媽媽教室 或育兒的教室 或健康的講座 或是有些不見得是現場 線上的或文章 其實爸爸要跟著一起看 其實爸爸看 你不用逼他表達意見 你就讓他看過就好 他就會知道說 至少有專家曾經講過 那我要不要遵守跟太太討論嗎 也許至少不會說 有這麼大的知識落差 你都不曉得嗎 那個座椅要綁好 你都不知道嗎 很多爸爸不知道 嬰兒提籃一提 然後小孩就 就這樣下去 對 太多這種事情 這個嬰兒床 床欄不拉起來 因為這個已經講太多遍 你的小孩哪一天會翻身 你不曉得 他會翻的那一天 你沒有拉 他就是掉地上 所以我意思 麻煩你多寫一些文章 寶貓媽媽去說話 但是我寫之後都沒有 沒有爸爸看 我們先到媽媽 會把他找出來 然後提個老公的名字 好不好 不過今天說那麼多 其實爸爸媽媽媽 都為了小孩非常驚喜 總歸一句話 就是所有人都是因為愛這個小孩 所以譬如說 會有一些神經質 或是比較焦慮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呢 多多的體貼一下 大家還是要相親相愛好不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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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不是歌手 但是我很愛 親喉嚨 而且很奇怪 每次我上台演出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 喉嚨有彈 可是我就發現 小朋友也會 你上台演出前 你就會 對 特別緊張 對 我覺得緊張 可是小孩子也會 小孩子要上什麼台 他要唱什麼歌 他這個被你罵 他就 或者要寫功用 像我以前 我小孩有一段時間 我只要開始臉變嚴肅 他就開始 然後我就知道 有人說那是妥銳症 但我不會這樣講 我說那個就是 不是你抽動症 或者是叫很輕度的妥銳症 因為你的孩子在緊張 或者是要面臨一個戲挑戰的時候 他就會 那個聲音就會出來 就是第一個 小朋友如果親喉嚨 我會先問 什麼時候發生的 了解 那在那之前有沒有什麼樣 讓他緊張的狀態 這個不會變成妥銳 不見得 所以大家不要緊張 了解 第二個就是有些 常常說鼻涕倒流 但我覺得鼻涕倒流被太濫用了 其實鼻涕倒流的小孩 你一定會從前面看到鼻涕 因為我們鼻涕三分之一往前流 三分之二往後流 所以如果後面已經多到 讓他會有親喉嚨的聲音 可是前面應該也會看到 那這種鼻涕倒流的親喉嚨 就會比剛剛那個緊張的親喉嚨的聲音 更濁一點 對 而且他是有點被 證明到的感覺 比如說他就是這樣 證明 有點 有點誇張 但是他就是 你可以想像 他就是有點被嗆到的感覺 那個聲音都比較濁 然後最後會伴隨一個 再把彈吞進去 吞口水的聲音這樣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底下的就是過敏口 過敏咳就是氣喘 可是他還沒有喘 他只是現在暫時 氣管的發炎反應比較劇烈 所以他可能三分之一 就要咳一下 咳一下 咳一下 那這個狀況下 你不要以為他只是吃個化殘藥 你就好 你要把他的過敏跟除掉 那他才不會有這種咳嗽聲音 所以其實親喉嚨 你就比照咳嗽來面對 然後就一個一個把它破解掉 沒有單一的原因 應該有很多的原因 很多可能 不要小看他 但也不要太緊張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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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